中華台義文創意文庫是全台灣提供台義文化非常重要的地方 文庫裡面的設備也非常好 現在我們就來看中華北瓜山頂美麗的環境 文化部為了提供台義 選到在中華館北瓜山頂的骨泡平野區 是在台義文創意文庫 目前已經是全台灣為了提供台義文化重要的基地 經過中華館長朱青玉 總統府主席姚家文 跟文化部文化主三角的努力 配合到在地人的產物 才有辦法讓一般民族來跟這個環境有美 設備完成的文庫 體驗到台義文化的美麗 這句話要是設立做一個基地 可以典範很多事情要緊的文献 我們的氣窟 還有各種生活的規定 可以典範出來 讓大家可以去看到 因為可能年輕人不一定看到 老的會很有感情 所以就這樣來留著反規 以前我做過的立委 國大代表 中華館長 不僅是關懷的文教基金會當事長的主情又說 現在的姻子 根本都不會說台義 也聽不懂台義 他覺得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台灣在地的感情 文化跟立宿 真有可能逃逃消失 所以台義文創意文庫 常常鼓勵到台義歌詞 放流電影 請助公告書 很多活動 就是希望把台義文化流團下去 中華館長 中華館長 放電影 放電影 放音樂 跟上路馬里班 各種方式 讓人會開始修容 總統府早前邀加文說 現在台灣的無人政策 已經越來越重視 講台義 台義文創意文庫 裡面結合到音樂 電影 戲局 立宿 文化 幾位到很多藝文館 還有電影和演講 是一個很適合家長帶他們來合適 和實際台義文化美麗 最好的地方 最好的地方 記者 鄧文博 李金星 李加金 中華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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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港